说到越南 这一片土地上面 还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叫做追杀汪敬卫事件 而这件事情最重要是 谁派去追杀汪敬卫的呢 是蒋中正 他派了18罗汉前往越南 1938年当时汪敬卫亲日 日本决定协助他成立中华民国新政府 蒋介石当然没办法接受 所以两个人关系形同水火 那后来呢 汪敬卫他因为没有办法立足 他立刻带算领他的一些幕僚 就逃到了当时越南 为什么他会去越南呢 因为他之前曾经在法国留学 所以越南那时候又是法国的殖民地 他认为逃到越南是安全的 结果没有想到他逃到越南之后 隔了十天 他竟然还发表了一个臭名 恶名昭彰的叫艳殿的文章 里头大概是讲到就是说 应该继续要跟日本合作 他到越南还在发表文章 人都已经逃过去了 然后他还讲说 他认为日本应该要轰炸重庆 那此点呢 真的是压垮了蒋介石最后一根道场 他决定 那这个时候蒋介石心里一定气炸了 无法再容忍他了 所以他决定要派人去追杀他 当时呢 蒋介石立刻找来军统局的局长戴力 然后呢 戴力呢 又找了自己的秘书亲信 叫做毛万里 要他去香港成立暗杀汪精卉的指挥中心 然后呢 再找了当时军统局的天津站的站长 这都是要员干员喔 叫成功术 叫他亲自去越南 对汪精卉实施监控 那但是谁要下手呢 他们找了当时军统局里头的第一把交椅 第一把杀手 叫做王鲁翘 大家知道王鲁翘是谁吗 其实王鲁翘就是现在警政署长 王卓军的父亲 他当时在军统局是第一杀手 这么厉害 只要有这种重要的暗杀任务 都是叫王鲁翘去 而王鲁翘也从来没有失守过 别说一个汪精卉 两个汪精卉 他都认为没有问题 所以当时还找了很多的人 总共有18个人 叫做杀汪十八罗汉 好啦 那我该不是讲 成功术负责去监视这个汪精卉 汪精卉住在越南的一个 高级住宅区的一栋楼房里头 结果呢 成功术就发现 后门是一个很好下手的地方 所以当时他就跟王鲁翘讲 到时候我们就是在后门 拘杀汪精卉 没想到要执行任务的前一天 军统局局长戴笠亲自打电话 来告诉他们任务取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说 蒋介石他认为汪精卉 还有一线希望 他认为汪精卉会忏悔 所以取消任务 那并且呢 蒋介石还派了一个说客 叫做古镇鼎 古镇鼎去说服汪精卉 能够就是回到蒋介石的身边 但汪精卉当然不肯妥协嘛 这个说客去啊 你不去还好 你一去你就打早精神了 因为你不但没有说服成功 还让汪精卉 马上跟他左右的幕僚 共三个人讲 我告诉你老蒋应该没多久 就会派人来暗杀我们三人 好啦 后来呢 结果军统局的局长戴笠就跟这个 成功书说 好那我们任务还是恢复 要执行暗杀 所以继续要执行暗杀汪精卉了 但汪精卉啊 早就利用空城记的方式 已经顿逃了 逃走从暗门 暗门逃走了 那逃走之后 当时成功书又接获到秦之 说原来汪精卉想要搭车离开 那搭车离开 他们立刻就往可疑的那个目标 就是在世界上 真被他们逮到汪精卉的坐车 真的喔 然后两台车就在车 在世界里头 两车追逐 那个急速追气的场景 就跟你在设计电影中 看到的是很像的 你说那易先生 也就是汪精卉的部下 当时在这个设计情节当中 在路上被追杀的场景一般 就是那样的场景吗 但电影必须是电影 那只是梁朝伟演的易先生 现在我们讲的是汪精卉的本人 所以那个震撼 还有那个追气的过程 当然是更惊险的 好 可是却没有成功 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次狙杀 没有成功是老蒋自己造成的 但第二次狙杀为什么没有成功 因为后来这个成功术 还有王鲁翹他们的坐车 遇到了红灯 然后就眼睁睁看着汪精卉的坐车 扬长而去 然后想追也追不到 因为那时候路上车水马龙又塞车 所以最后汪精卉就这样因此而逃过一劫 那第一次跟第二次连续两次都失败 那你认为还有没有第三次呢 有没有可能有第三次呢 两次的狙杀任务结果都失败了 而这十八罗汉他们认为说 第三次执行应该会成功 但是要杀汪精卉有这么容易吗 能够成功的了吗 是的 那刚刚我要讲的是说 他们叫十八罗汉嘛 对不对 十八罗汉刺杀两次都没成功 对啊 丢脸啊 没办法回去跟蒋介石交代了 所以成功术可以说 这个真的是脸丢不下 好 当然要第三次的刺杀 所以一定要把任务达成就对了 是 三月二十一号 时间也定好了 好 那一天时间一到 月黑风高的时候 时机恰当了 对 好 成功术呢 他那时候就开着车 载着六个部署 一样照着往常 他们就是往汪精树的这个寓所前进 可是过程当中 他会一个巷子之后 突然出现两个这个 这个法国的这个警察在那边 挡住了 我跟你讲 糟糕了 任务可能有就要突出了 是 成功术其实很聪明 他在那个当下马上反应 他说 哎呀不好意思 我们商人赶时间 四千五百块 马上递过去 二话不说 两个警察让开 就这样子通过了这个 这个警察的关口 好 车子好不容易也开到了 这个汪精树 他的这个住宅 这个外面嘛 对不对 好 那时候呢 决定好了 成功术 马上分工 他坐在车上 六个人马上下来 几个人呢 守门口 另外几个人 啪啪啪就翻墙进去 动作非常利落 十八罗汉不是叫假的吧 对不对 对 可是你知道这个刺杀的过程当中 还发生一件事 他们当时到了门口 这几个很厉害 伸手矫健 斧头拿起来 看到门在挡 啪就这样砍下去 就劈开了 什么叫破门的路 就是当时他们的做法 拿着斧头就往门劈 可是这一劈呢 这马上惊动 一定惊动里面的这些安全人员 这么大就砰砰砰嘛 对不对 好 马上就有人开门说 是谁 什么人 这个头一探 他们一看 马上枪拿起来 一枪 直接开枪了 对 打死的是什么 汪精卫的厨师 可是重点呢 是有人开门了嘛 砰就闯进去 这一群人呢 伸手矫健 啪啪啪啪就冲到三楼 而且他们当时呢 一定有收到讯息 汪精卫是住在三楼 北边的房间 所以地理位置也都已经抓到了 都知道了 对 这一次自杀 当然一定要成功嘛 所以直接冲到了北边的房间 好 当时房门是关着对不对 拿起了鼓动 砰砰砰砰 马上也是披进去 披了一个洞 当时的这个王鲁翘 他还特别这样 从那里面一看 这个床下躲得不是一个男人吗 还在那边抖着发抖 好 枪拿起来 砰砰砰 直接开枪了 但无需吧 也表示说汪精卫可能被击毙了 当然该击毙啊 明明就是汪精卫躲在那边 虽然没看到脸 要一定是他 要不然他房间还会有谁 而且汪小桥的枪法是非常的准 非常准 他是神枪手 对 三枪都命中 旁边有一个女人啊啊啊大叫 砰砰砰砰 又是三枪 所以呢 就这样子把这一对夫妻 顺利完成了嘛 那任务成功了 好 不愧是十八罗汉 任务成功之后 一分钟之内撤退 全部大家撤退 全员撤离了 要不然待会 信了别的警察过来怎么办 对 大家说好太棒了 终于完成任务 上车去庆功嘛 可是这时候呢 突然有探子回报 回报了 那应该是好消息 当然应该是好消息 可是探子说 不是 你们杀错人了 什么 杀错人了 居然杀错人 怎么杀错人了 当然不可能 我们明明杀了一男一女啊 不是那个北边吗 怎么居然位置 地理位置都对啊 怎么会杀错人呢 原来啊 汪精卫这个老狐狸啊 他早就知道 因为被刺杀两次了嘛 所以他后来呢决定 他跟他的部署哦 叫换他们的这个房间 什么 那就往毛鲁翘去杀了 结果没有杀到汪精卫 对没有杀到 反而杀了他的部署 对 懊恼啊 当时大家庆功 那个酒瓶都要准备 拿起来了 全部都掉了 摔了 所以啊 第三次的任务也失败了 对啊 酒瓶都摔了 你知道他们最后杀是谁 曾仲明啊 他是谁 他是汪精卫旁边 最贴身的一个助手啊 什么 结果搞到最后杀错人了 对 或许呢 他们当时之前呢 在发生这个动乱时候呢 其实曾仲明可能也知道说 杀手要来杀的是 会杀成是他 所以当时他躲在那个床边 听说呢 他躲那个床边 那个角度 其实是非常的小 可是呢 他偏偏遇到是谁 王璐乔 因为他觉得说 他躲在床下 躲在那角落 可能王璐乔 没办法很准的射中他 那个时候可能援兵就会到他 就会救了他 你想想看 那个门只是劈开了一个洞啊 居然啪啪啪 三枪 枪枪都击中他 神枪手 是啊 他是戴力贴身四位 兼职业杀手 他真的是第一杀手 当然他更重要的角色 他是王卓军的爸爸 他是王卓军的爸爸 对 我们之前的警政署 王卓军的爸爸 他是不太常提这件事 不过我想其实 很多人也知道说 他爸旗很有名 当时就是所谓 这个职业杀了王武俏 而且汪精卫的刺杀事件 都跟他有关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整个刺杀的任务当中 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十八罗亥 他们到了越南 他们到了越南这片土地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汪精卫 但是三次的任务当中 不管是在马路上的追逐转 不管是追到了 这个官邸里面去刺杀 结果十八罗亥 都没有办法达成 蒋中正所交办的任务 这样的任务是失败了 王精卫 一样在越南活得好好的 不过 大家注意 台湾跟越南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密切 我们注意到 今年又是个假五年 每到假五年之时 亚洲地区都会有一些动乱发生 往时间 往前推前一个假五年 前一个假五年之时 可是这两个共产党兄弟之间 内斗非常的凶 甚至中国大陆差点让越南整个分裂掉 其原因也是跟台湾有关 什么样的原因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